Hey Friends, 欢迎回到今堂的Practice 今堂我们就会讲一下 如何可以解决腰酸背痛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常见的 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的 因为我们长期姿势不好 如果小运动的话 其实除了容易令到我们肌肉流失 都会容易令到脊椎承受过多的压力 继而会导致有腰酸背痛的情况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四个动作 去放松好绷紧的肌肉之余 都可以强化我们背部的肌肉 减少酸痛也可以预防它 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下 如何去控制好我们的肌肉 令到我们的骨盘在最佳的位置 而可以预防到当我们的骨盘傾斜 或者是向前船出来的时候 所带来的腰酸背痛 其实这个动作在很多Core中 训练都会应用到的 例如一些初学者 他们开始往往会不知道 如何去感受收紧腹部 而令到我们下腰背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压力 首先我们会躺下 双脚脚踩在地上 打开骨盘的幅度 放松你的头颗 你的上身 尽量我们的肩甲骨 多贴在地上 沉下肩膀 双手放在旁边 或者放在你的肚子也行 利用我们的呼吸 去帮助我们 缩小肚子下去 我们来回做五至十次 感受一下收紧腹部的感觉 我们吸气膨胀 呼气的时候 把我们的背部 后腰背压到尖 同过上课的学生 知道我平时都会 在进行一些Core训练前 都会先跟他们 practice这个呼吸 好 第二个动作就是Cat Cow Pose 猫牛式 它是可以帮脊椎 一折一折的延展 从而去改善脊椎的柔软度 我们先做一个Hands and Knees 手腕是我们肩膀对落的位置 双脚打开 骨盘 的阔道 一样我们屈曲90度 然后我们要沉低我们的肩膀 手指打开它 握手下肩膀 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 慢慢向上望 彎腰夹屁 呼吸气的时候 我们拱背望向自己肚致 双手手臂继续保持伸直的状态 再来 呼气 呼气 再来 我们这个动作可以重复10至20次 视乎自己的情况 第三个动作就是要强化我们的Core 为什么我们的腹肌那么重要 是因为有力的腹肌 就可以撑起我们人体的重量 将那些力量平均分布在我们的脊椎 先慢慢躺下 我们可以应用第一个呼吸的exercise 呼气的时候 先将我们的背脊和后腰 尽量贴住我们的瑜伽膳 放松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肩膀 记得要双肩 然后慢慢将我们的两只脚 脚弱成90度 拿起它 你的骨盘依然是摆正 不会一高一低的 然后hold住在这里 将我们两只手伸直 然后呼气的时候 将我们的头 肩颈来地 我们hold住在这里 记得肩膀不要这样缩起它 尝试沉低 用我们的Core去发力 hold住 5秒 4 3 2 1 OK 吸气下去 然后呼气我们再来 上去再做一次 hold住5秒 4 3 2 1 OK 吸气下去 再来 再来 呼气上 好住 5 4 3 2 1 Good 然后吸气下去 我们再做一次 呼气上 5 4 3 2 1 OK 好 放松 抱住双脚 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五至十次 第四个动作就是要伸展我们的腰大肌 这个伸展就是放松我们的骨盘 连接到大腿骨的肌肉 增加这一部分的肌肉的柔软度 我们这一部分的肌肉过紧 就会容易造成骨盘前傾 我们腰椎的弧度增加了 就会容易造成腰酸背痛 预备姿势一样 也是先躺下 一只脚伸直 另一只脚屈曲 拉向胸口 尽量贴近我们的胸口 留意一下 两边的屁股都尽量贴近在地上 不会拉向自己的胸口 整个屁股离开地上 背部也要尽量贴近瑜伽墊 这个动作维持20秒 单边做三次 然后慢慢放松 然后我们换脚 呼气拉向胸口 一样 骨盘放正 每一边的屁股离开地上 维持20秒 这四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呢 以上这四个很简单的动作 可以帮大家去 在没有任何气下的情况下 去舒缓到腰酸背痛 我们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Namaste